法部是正式的发出了通气令 要悬赏抓到了五个中共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或者是干部 这可是美国第一次针对这种企业骇客的问题提出悬赏 先来看新闻 美国追踪调查发现 駭客发动攻击的利点来自中国解放军在上海附近的一处基地 他们入侵西乌美女等六家美国企业的电脑系统 窃取核能太阳能等产业的敏感机密 帮助扶植中国的业者导致美国失去竞争力 中国随即大动作反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据 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学校等机构 长期发动攻击入侵和监听活动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签密者 好 这些被通气的对象 他们的罪名就是窃取企业的一些商业疾敏 因为他们都是电脑骸客 但重点来了 他们的身份非常敏感 都是中共解放军的官员 所以美国就是第一次对海外政府的官员 因为企业骸客的问题发布通气力 好 重点来了 那中国会不会理你呢 魏达哥 对 没有错 61398 这个不是台湾那个等于说计程车的代号 然后呢 这也不是这个等于说六合彩的名牌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一次被起诉的五名 中国军方的军人 他们所属的单位代号 其实就是中国的网军 网军代号就对了 61398 在位于上海的浦东 那么这次 美国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而且是前所未有 史上第一招 因为呢 他是用司法部 用窃取商业机密 有31项罪名 起诉了五个 这个61398的部队的军官 你知道吗 起诉了以后呢 除了今天大规模大动作的记者会跟国际宣誓之外呢 立刻由FBI发布通气 就真的要抓这个 没有错 发布通气的重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会把这五个发布通气的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官的资料 交给国际刑警组织 全球通气啊 全球通气 所以他们到其他国家也有可能被抓住就对了 这五个人现在因为可能还在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他不要踏上美国的国土啊 我一辈子不要去美国玩 不就没事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 错 为什么呢 只要跟美国有邦交 并且有签订所谓的引渡条约的国家 你都不能去 哎呦 你去的话呢 就不要被抓到 对 你去的话 如果用这五个人 现在的这个被通气的身份进去的话呢 他们发现是国际刑警组织跟FBI通气的国际要犯 那么他们在固定海关的说 就把你扣下来 扣下来以后就决定 到底要让你原机潜回中国大陆呢 还是直接送到美国去送审 所以对这五个人来讲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五个网军啊 事实上他们所设的这个 等于说他们的关节有这么大吗 所设的这个罪行的严重性到底如何呢 我告诉各位 这其实是美国杀鸡儆猴的一步 事实上在今年的三月跟之前啊 欧巴马在这个美国招待 第一次跟他来美国跟他参访的 这个等于说习近平两个人 就谈过两次了 都针对这个 所谓中国网军的东西啊 谈过了 所以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中美的这个网路工作小组嘛 对不对啊 两边就是坐下来谈 到底关于网军窃取这个机密 商业机密的事情怎么谈 欧巴马已经不算很久啊 所以今年三月又跟他谈了一次 又讲一次 对 那习近平当然又是打关枪 我们从来不进行那些的行为 都说没有嘛 没有错嘛 那当然这一次美国这么大动作 就表示他 因为他站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他摆明了说 如果是单纯的商业情报刺探 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 间谍情业刺探啊 军事上的 那没话讲 全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 都在做 对不对啊 那没话讲 谈是呢 你们这一次呢 网军是入侵美国的 所谓的商业 这个商业的间谍网里面呢 进去里面从事间谍的行动 六大家 六家大型的这个美国商业公司 被你们侵入 然后包括钢铁 核能 太阳能等等 总共有150家 被你们这样子 索离于来这里 这可能会影响赚钱的事啊 对 他说单单去年 所影响的这些商业上的损失 高达9兆台币 美国从头到尾都吃定的 都一直在强调是 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不过问题是 这个中国怎么可能 承认说我自己有这样干 对啊 怎么可能会说 因为从头到尾 就两三年来啊 面对美国的指责 他都说没有啊 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啊 没错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那现在是怎么办 这五个被你们这样子 就生气了 沉默了一阵子以后 他立刻生气了 对于美国人这种啊 等于说横加侮辱啊 然后呢 忽乱指责 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忽乱指责 然后就栽赃架化 就说一大嘴啦 最后表达严正的抗议 要求美国司法部 立刻撤销 对五个人的通气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先宣布片面 中止中美之间的 所谓的网路工作平台 这个网路工作平台 这不是先前才谈好的吗 本来是谈好 两边针对网军的事情 马上就中止啊 中止哦 中止了以后 包括网路很多人 我就不送了 我就把你中止 你还没有抓到我的人 我就先把你中止掉了就对了 那你要说他坚守 当时去是什么脑袖程度 不管 反正意思就是 我不跟你配合 我不跟你合作 我也没在怕你 大家就 其实他真的也没在怕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进一步再将美国一军 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再强调的是 商业机密 窃取商业机密 对不对 他将美国一军说 你们最好的盟友 那个德国铁娘子 对不对 他最喜欢讲大哥大 那位国际领袖 没客啊 他大哥大 你都把人家听得一清二楚 全世界最会窃听人家电话 最会拦截人家的 所有的这个email 所有的讯息 不就美国人吗 而且中国还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这样强调 他这样强调说 包括前主席胡锦涛的电话 都被你们美国人给偷听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意思就是说 你们无缘无故的 来起诉我这五个人 事实上你们的罪信远远的大过全世界 所有的这些类似的 这个窃听见听行为了 所以这一场所谓的窃听 到底是窃听争议呢 还是反将一军呢 一场网路大战即将展开 这样可能呢 中国跟美国呢 这边不管是军政府啊 还是呢这些骇客 甚至是网民们啊 可能都还会要这样子一起在打笔